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非常好 也请我们的美女主播丽雅 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哈喽Sky 我跟Sky一样都曾经是一个近视患者 然后我跟她也一样 在去年是通过IQ laser vision的手术 摘掉了自己的眼镜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节目上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近视矫正的经验 非常感谢丽雅 所以我想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ICL矫正呢 我是在去年的8月份 其实马上就要到一周年的时候了 那在我脱离眼镜一周年之际呢 实际上我还是非常非常感谢这次 说明它真的是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原来是950度的近视加350度的散光 可以说是高度近视当中的高度近视了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自己因为角膜太薄 度数太多没有办法去矫正近视 但是呢通过EVO ICL精体植物手术呢 我了解到原来它可以矫正300到2000度的近视 所以我的这个度数就是完全可以通过 ICL精体植物解决的 所以在去年的8月份 我就在Aculis Vision由李医生主刀做了这个EVO ICL的精体植物手术 然后呢效果也是非常好 到目前的都是20-20 而且它也不影响我的生活 我前天还去坐了过山车 都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又做一些运动 都是很好 就跟妈生眼睛一样的视力那么好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感谢这次的机会 我觉得丽雅讲特别好 这个妈生眼睛啊 是大家都非常向往的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小baby生出来 所有的都是完美无缺 视力是非常好的 我想请问丽雅 你为什么要选择做这个ICL 而没有选择做Smile或LASIK Smile和LASIK呢 实际上曾经是我的第一选择 但是呢了解到像LASIK 它最多可以矫正到1000度的近视 Smile的话要再稍微少一点 那我就150度加350度的散光 散光度数实际上也是要加在 要消掉角膜的那个内容当中里面去的 所以呢为了避免手术上有风险 同时呢尽量的减少术后的肝眼症的情况吧 所以呢最后选择了EVO ICL 实际上我也有特别严重的肝眼症 如果是做激光矫正的话 可能肝眼症情况会更加加重 但是做完EVO之后实际上没有任何肝眼症的情况发生 所以对我来说是最优的选择 那我想问丽雅您为什么会有肝眼症 是因为戴了太久的隐形眼镜吗 隐形眼镜绝对是肝眼症的罪魁祸首 因为它就像是一个海绵一样 不断地吸收你眼睛里的水分 那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真的看太多电子屏幕了 就像我现在在跟Sky你讲话 我的眼睛是看着电脑的 所以我眨眼的次数都会变少 而每一次眼睛湿润都是靠眨眼去分泌泪水 然后来湿润眼睛的 所以我们盯着一个东西再看 眼睛就会更多的暴露在空气里 所以造成了严重的肝眼症 那就是在您选择做ICR之前 有没有什么恐惧的心理 想真肯定是害怕的啊 因为就是担心啊 那自己的眼睛嘛 我觉得当时觉得视力已经这么差了 我不能再承受任何的风险 让它变得更差了 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自己瞎掉的样子 但是呢通过了解这个手术发现 它不仅是个十分安全的手术 再一个就是它是个可逆的手术 也就是这个手术最坏的结果 就是它精体不合适 我取出来了 就像原来一样 并不会说真的伤害到我眼睛本身 而在手术过程当中呢 因为医生的技术非常精湛 IQ-Lacivation也是全美做EVO ICL 精体植物手术案例最多的诊所 所以呢后来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结果手术当天发现超级快 就是两只眼睛大概20分钟就做完了 所以呢一点都不是要担心 后面觉得自己没有早点做 应该早一点去做 对 其实我也有同感 因为我也是去年做的这个Smile 当时的时候我也有这个恐惧的心理 就是两三个月啊 我忐忑不安 我就觉得我到底要不要做 但做完以后我就觉得 我太后悔没有早点做 就应该第二天就做决定 对 对对对 我想介绍的就是Matioli呢 Dr.Matioli呢已经做过7万例 他和这个IQ呢是一个partner这样子 一个在加州呢 一个在我们本地的休斯顿 所以说呢林医生呢 也是我们IQ和partner的这个主导医生 和这个我们的这个两个医生的合作的主要领导 因为呢 因为呢我知道 我想请丽娅大概介绍一下IQ诊所在加州的情况 有多少家 大概在什么location 明白 那其实IQ Lizavation呢 现在在南加州加北加州 有原来有14家 现在呢 马上就会有更多的surprise 因为会有更多的品牌 加入到IQ Lizavation的大家庭里面 那之所以呢 在这边这么有名 我就这么讲吧 我在做IQ这里做手术之前 我的发型师是在这里做的 然后我的什么健身教练 也是10年前在IQ Lizavation这里做的手术 然后有一次我跟别人讲 就说我是在这里做手术 他们都讲说 啊很正常啦 他说洛杉矶人只去这家做的 所以你可想而知 IQ Lizavation在本地的这个影响力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而且林医生是从1997年开始 就有这样的近视矫正的经验 所以呢 积累下来的其实不仅仅是 很庞大的一个诊所的品牌 还有就是它的很好的口碑 因为在华人社区 Sky你也知道我们都是口口相传 如果一家诊所它的口碑不好的话 实际上它是活不下去的 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得到帮助和改善 然后才让这么多人都会觉得 啊大家只去这里做手术了 所以那也是因为这些社区的声誉 让我很坚定的一定要在这里做 我看我们的林医生听了肯定非常的开心 何不拢嘴 因为口口相传说 您的口碑非常好 说如果在洛杉矶要做眼镜 一定要找林医生 是吧 对 我想 林医生应该是在加州 不只是洛杉矶 是我们的网红眼科医生 对吧 你在问丽矶还是在问我 我在问林医生 对今天给您一个新的称号 加州网红眼科医生 林医生 对我平常我都不知道 我去吃饭有时候都是有人 被人认出来 我的买单都没有了 那个人帮你买单了 这是我的被人 可是有时候我不大认识 因为我做这么多的被人 可是他们都是满意 对因为大家都认得你 我知道林医生也刚从台湾回来 请您大概给我们讲一下 这次的台湾型好不好 对我本身我就是从台湾出生的 我五岁就来美国了 所以我有时候我回去 就是我喜欢去别的国家 了解他们的 那个培制式矫正 经济注入的情况 过来就是台湾现在 ICL 以不ICL还没有批准 我四年前回去台湾 那时候就是刚刚一个中心 在做那个smile所述 过来2019回去 我就跟两个很大的公司在台湾 他们都还没有开始做smile 我就有做一个演讲 就跟他们说smile是非常好 所以他们也是开始做smile 所以现在他们两个 一个是大学研科 一个是Nobel 所以我就是帮他们 就是特别Nobel的医生 就是练习这个smile 所以他们现在在台湾做很好 非常多的病人做smile 现在比LASIK多 我们美国还没有很多医生 还不是做smile 都是做LASIK 可是台湾就是用这个技术 开始做很多广告 让病人知道有这个好的 比较小的伤口的技术 所以现在在台湾 都是做smile 比LASIK多 在美国还没有这个情况 所以这次我回去台湾 就是看他们做的怎么样 过来就是 也是就看 在台湾有什么机会 还是在别的地方有机会 我这次回去台湾 有参加一个合同 就是叫TSCRS 就是台湾的 就是雷着视力矫正 跟白内障的医生的开会 所以我去那边 那边我就讲我的经验 就是给我们IQ Laser Vision的效果 报告 跟他们看我们的效果是怎么样 跟他们比得怎么样 过来就是我也去台大医学院 去那边就是跟那边的医生 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在美国的 研究的报告的效果是怎么样 非常好 我们看到今天林医生的这个背景 是在您的IQ诊所里面是吧 对 这个是在我们的Riverside Office 比较小的Office 可是这个也是有设备 所以这个设备就是一个激光 一个Allegretto的激光 过来这边是我们的 这边是我们的Visiumax 也是做Smile 也是可以做角膜犯 所以就是在一个地方 一个病人就是进来 可以做Lasing还是Smile 所以今天我是刚刚actually在做手术 过来我现在还有几个病人 在我们做这个interview home 我们还要做病人手术 我有看到林医生有时候一天 做过八个病人是吧 平常我们做五个到十五个病人 五到十五个一天 对 那我想知道林医生 如果是观众朋友想预约到IQ 如果在加州的话 这个手术时间和他预约去看门诊 看眼睛的这个检查的时间 大概相差要多远 是很快呢还是需要等一等 看情况 如果你的眼睛已经好了 没有眼睛干的问题 没有视网膜的问题 其他都是眼光好 就是很稳定了 就应该很快 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就可以了 可是有时候很多病人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还要先改善 绝对视速度有稳定 所以他们有时会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每个病人不一样 我们最重要的是病人 已经眼睛可以做了 已经验光了好了很准了 我们还可以做那个手术 不过来我们也是有 我们是IQ Layers Division 我们现在有八个医生在做 例子是胶症还是晶体注入 还是白内脏晶体换水晶体的 所以就是看是哪一个医生帮你做 看他的Schedule 那我知道我们的Lia做的ICL 就是林医生您给做的是吧 对 那就是Lia刚刚讲了 她非常的满意对她这个手术结果 我想问这个ICL一定是 要度数很高才可以做ICL 还是普通的度数也可以 在美国300度以上就可以做 在日本他们有批准 很多国家批准到100度 所以在日本那个第一个 最多的手术是 actually是ICL 在美国我是比较做 开始是差不多600以上的人 我们开始考虑做ICL 过来就是因为LASIK Smile 比较低的度数也是非常安全 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Smile更好 因为肝炎症比较少一点 可是ICL也是适合做这种的病人 可是我们ICL的价钱比较多一点 所以普通的病人没有听到ICL 觉得价钱比较多 他们就是比较喜欢做LASIK还是Smile 可是真的ICL 比较深的度数300到600也是可以做 特别病人眼睛比较干 还是他们的角膜 看起来就是比较不是100%正常的 看起来有可能就是这个 Keraconis的感觉 如果有这个情况 我们肯定就是要做ICL比较好 因为没有碰到那个角膜 为了让那个比较有 比较不壮的情况 所以这种就是做ICL ICL非常好也是如果有什么问题 还可以就是拿掉 那你拿掉后就回击 对对对 回击回来的度数 所以很多人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option 所以他就比较不会担心 所以越来越多人在做ICL 那Lia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就是当天您手术的这个情况 然后之后呢 大概一个星期和一个月的您的这个视力的情况 和有没有给生活带来不便 或者是第二天就可以回办公室上班这样子 没问题Sky 我在手术的当天早上实际上都还在做近视矫正的检查 他讲说ICL植入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 就是说它的晶体的度数必须得非常非常的准确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求我在手术之前必须要减少肝眼症 最好没有肝眼症 因为实际上眼睛肝会让你觉得模糊 从而导致测光不准 那在完全解决肝眼症之后 确定我的真实度数就可以开始定制晶体了 那他们都说为什么ICL这么贵 实际上是有道理的 像Smile它是在机器里做完就回家了对吧 ICL是真的会把技术带回到你的家里去 所以它这就是为什么那么贵啊 因为它是个定制晶体 手术当天的时候呢我又测了一次光 就是为了确保这个晶体的度数 完全跟我的眼睛的测光的数目是符合的 然后呢我就进入到了手术室 手术室真的特别的冷 就是我劝大家去做手术一定要多穿一件衣服 因为我动的全都是鸡皮疙瘩 就是一定要穿衣袖和长裤 我不知道是我紧张还是太冷 还是怎么样 就是我起了满身鸡皮疙瘩 然后我还在抖 就是说因为我很害怕 但是呢很奇怪 就是我一躺在那个床上之后 好像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因为林生进来 他整个人就是给人一种很专业 很让人信任 很空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一下就放心了 他跟我讲就说很简单 因为呢前面都是准备工作 真正手术就是塞进去的那一下 晶体是塞在红波和水晶体的之间 所以只要塞进去那一下 你不要动 然后呢其他的都是没问题的 那在手术过程当中呢 主要他就是要盯住一个白色的光 然后塞进去的那一下呢 实际上讲真一点都不痛 因为呢一个是我前面有滴这个麻药的眼药水 再一个呢就是因为他真的是很小很小的窗口 我能够感觉到一点点的眼压 就是一点点的pressure 一点点的压力 但是没有疼痛的感觉 就这么讲吧 还没有去医院做光子嫩肤痛呢 就是一点都不痛 还没有你做美容疼呢你知道吗 这个过程他一塞完右眼之后 我就觉得很放心 啊原来一点都不痛哦 然后呢我就继续又做左眼 两只眼睛差不多花了20分钟的时间就好了 然后他就帮我戴上了那个护目镜 其实隔着护目镜都是不是很清楚的 但是我一睁眼我就明显觉得 跟我自己以前看到的世界完全不一样 就立刻清楚 对就是立刻看见的那种感觉 虽然睁眼的话还是会觉得 哦好像已经有点肿有点睁不开 但是视力就是觉得一下子就看清楚了 那很多人都在讨论 EVO ICL在做完手术之后呢 会有这个hello光圈效应 实际上我也出现了这种光圈效应 就是看搜罗灯旁边都有个圈 然后呢大家都很担心 这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视力 但是我认为呢 它是不怎么影响的 就是因为它这个光圈 大概在两周之后就慢慢的就消失了 现在我的夜市也完美 然后我白天视力也很完美 像我去盯着大太阳去看 看着光源也不会觉得有光圈的效应 我大概在第二天就回办公室上班了 那SKY你也知道 我也是在强光的工作环境下要工作的 我到第三天就有戴着墨镜去工作了 也没有影响到我的工作 术后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眼压的检查 我的眼压也很正常 所以基本就是一个 20分钟改变你人生的一个完美的体验 哇 您讲的这句话我非常喜欢 因为我感同身受 我也是20分钟 感觉这个视力瞬间就变得特别清楚 就是感觉好像生活也多了一些希望一样 我不知道你戴不戴隐形眼镜 就很多人说我戴隐形眼镜戴一辈子也可以啊 隐形眼镜也是一秒戴上去 你的视力就改善了啊 我不打保证它不是这样的 就是你每天早上睁眼的那一瞬间 看到的世界是清楚的 和你戴隐形眼镜纠正过来 不停的担心啊 隐形眼镜干掉怎么办 隐形眼镜让我有截魔眼怎么办 比如什么世界末日了要逃亡了 我没有隐形眼镜应该怎么办 就是你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因为你睁眼就是清楚的 对 因为方便的很多 尤其是我们可以进行很多这个 比方说游泳啊 或者是去做热瑜伽呀 也不怕这个隐形眼镜啊 会不会很黏也可以去桑拿呀 这种非常方便 对 那我想问林医生 就是每一个病人做这个医务ICL 你都要是精心去配置的这个ICL对吧 不能说是每一个人是一个average的 都可以用的对吧 对 我们ICL有四个size 过来当然度数左右不一样的 如果有闪光还要看你的闪光 所以这个lens他们都是特别要做的 每个人定制 对 要定制 所以 可是我们放哪一个 那个长度的很重要 因为每个眼睛都一点不一样 所以 平常如果眼睛很大的你放 没有放最准的晶体进去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也没有差太多 因为这个新的evo ICL非常安全的 可是如果很多亚洲的人他们的眼睛没有这么框 那个ACD就是从角膜到那个水晶体的距离比较低一点 那种的情况我们要特别准 所以放进去的晶片就适合那个眼睛 那时候我们要用特别的机器就是叫Arc Scan 量的比较准一下 所以晶体比较不会发现什么问题 如果是闪光的晶体比较不会转去不对的地方 如果你没有用这个医术很多医生就放进去 他就故意放比较小的晶体进去 所以比较容易放 可是放进去那个晶体有时候会转 所以我们就是要放最大的晶体 可是眼睛还可以接受了 所以这个特别的要有一个经验过来 有最先进的设备 这个Arc Scan 其实就是没有很多这个Arc Scan在世界里面 在加州有五台 我们有三台这个Arc Scan 那我想问林医生这个ICL做了以后会不会 度数可能多少年以后还会再增加这样子 度数再增加是看你本身度数有没有稳定 所以很多高度晶体的人他们的眼球有时候还会长 所以那个就是不是ICL就是像配眼镜一样 配网的就是眼睛就是这么一样不会改变 Lasic跟Smile一样 做完已经恢复了他们不会变 因为角膜的形状又变了 可是如果你的度数还在变化 当然会还有就是有50度啊100度就是一点点度数 如果你做过ICL 你还有一点点度数就是过了一年到五年十年 我们就可以做一点的Lasic 帮你治疗那个度数 所以我们的Smile跟Lasic 我们有一个Lifetime Commitment Program 如果你的度数变了 我们还免费帮你做 我们ICL没有这种的情况 这个warranty 因为这种的病人比较容易会变 所以我们就是没有这个 Commitment Program 可是Lasic跟Smile 1%以下 0.2% 用Smile就是需要做第二次手术 可是过10年 如果你的度数变了 那个1%变了 我们就可以帮你做Lasic 还是PRK在上面 帮你治疗这个小小的度数 那是免费的 就是说ICL和这个 其实ICL的度数是不会变的 但是Lasic、Smile如果变的话 还可以再做第二次是吧 对 什么眼睛都可能会变 可是几率很少 因为18岁以后 91%的病人已经适合做了 已经稳定了 可是那个9%里面 就是年纪越来越轻 还是有时候你年纪比较大 也是会变一点点 可是这个情况是1%左右 那我想问林医生 我记得您自己是做过Lasic 是吧 对 我1997年就做过Lasic 做完了我就觉得我很轻松 那时候700多度 眼睛常常痛 因为戴那个隐形眼睛 常常眼睛干 眼睛红 过来我的习惯也是 我是眼科医生 可是我习惯是不好 就是没有保养眼睛 隐形眼睛戴了12个小时以上 就没有很好消毒 有时候就是忘记我的那个消毒的kit 这时候我就隐形眼睛都放在一杯水里面 那里面很多续菌 现在很多戴隐形眼镜 有很多infection 现在一年有超过一百万的infection 眼睛的infection在美国 most of it 普通的就是因为是隐形眼睛的 因为这个隐形眼睛 常常在那边磨来磨去都是有小小伤口 过来氧气跟那个nutrition 营养去你的眼睛都比较少 过来眼睛比较干 因为刚刚Leah 现在Leah是expert 知道它会吸引很多水 过来那个tear film就没有这么滑在角膜上面 这个营养都是从你的眼泪来的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东西 cover在那边 眼泪里面的nutrition跟氧气都比较少 所以你戴比较久 你的眼睛就有伤害 如果我看你的眼睛用特别的microscope看 看出来就是很容易看到 你有没有戴隐形眼镜 他们戴隐形眼镜也没有戴 那我想请问Leah 就是您做了这个ICL以后 眼睛有没有异物感呢 或者是您刚才讲的没有什么干眼症 但是看电脑时间长了以后 会不会还是会觉得有点干或者是什么 了解Sky 首先你是不会有任何的异物感的 因为这个晶体是在红膜和水晶体的中间 所以你肯定是感觉不到它的 然后在一开始做完手术之后 会稍微觉得有一点点的压力 但你只要眼压是正常的 那其实这个毕竟它是个手术啦 这个眼睛肿啊或者是什么 它会在几天之后就消失 然后你就会觉得跟没有做过手术完全是一样的 就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因为那EVO它是具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的 所以呢它在眼睛里面就感觉好像跟你自身眼睛是一体一样 那实际上关于干眼症呢 是这样的 如果你长时间的去看电脑不眨眼睛的话 还是会觉得眼睛就像正常人一样 会有酸痛甘涩的感觉 做了EVO并不能够完全帮你解决不眨眼这个问题 所以呢还是要建议大家多用那个人工肋液 就是没有防腐剂的那一款 然后呢看手机久的话就要多眨一下眼睛啊 或者说让眼睛休息一下啊会比较好 否则的话干眼症还是会发生的 就干眼症的可能就是大家觉得不就是眼睛干吗 就觉得无所谓啊 但其实不是的就像我们人摔在了马路上 胳膊上全是那个小血口一样 这种小血口其实就是在你眼表 就是角膜表皮的那个伤害 真的是很严重的 我记得我原来带眼线已经带得比较夸张 然后睡前才摘 基本摘完之后那五分钟我都是很痛很痛 没有办法眨眼睛没有办法睁开 就是一片模糊的感觉 那个就是很严重的干眼症 但现在我就没有这个困扰了 那丽娅我现在知道了 您是ICL非常好的受益者 那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 就是在电视机前还在那儿犹豫 哎呀我要不要去做眼睛啊 我要不要什么什么 还有关于这个费用一方面 给他们一些很好的建议 费用这个呢 其实我也是认真算过的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买隐形眼镜会买 尤其是像高度患者啦 就是像我一样 你不太可能会戴着那种厚厚的框架 因为呢确实会给鼻梁什么 带来很大的负担 如果你是戴隐形眼镜的话 我想说我要戴一辈子 其实这个价钱就是跟你做一次手术的价钱是一样的 然后你还省去了每天要换隐形眼镜的这个麻烦和困扰 然后呢用一次手术的这个钱呢 就省掉了你今后一辈子需要戴隐形眼镜 不仅是省去了对费用 而且还有就是对眼镜的伤害也是没有的 所以我觉得是一劳多得 另外方又还有人就说 啊一下子要扪那么多钱过来 我觉得好像有点点经济上的压力 那作为一个穷学生了我也是这样的 但是呢他们有这个36个月的免息的这样的一个付款的一个 金融的一个计划 我很推荐大家加入 因为我一开始就想说他会不会跟我信用挂钩 然后会不会认为我的收入不够不给我批那么多 实际上我申请了15000块的credit也都批给我了 我现在就是每个月还几百块 每个月还几百块这样 其实我每个月也是要花几百块在隐形眼镜上的 你相当于就是把这个金融还这个手术的贷款 然后大概在36个月就可以还清 也是很推荐大家用这样的金融工具来帮助自己解决这个经济上的负担 那真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好消息 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 哎呀我还是戴眼镜嘛 觉得那个大概配一个眼镜也不需要换 但是其实戴眼镜真的是很不方便 如果下雨天你会有这个哈气啊 还有有时候会易碎 对 就是这个ICL呢 刚刚听丽娅讲了以后啊 真的是perfect 对于每一个对眼睛这个有近视啊 远视啊这些困扰的人 所以呢那在节目最后呢 您能不能给一些建议就是 因为还有一些人不只是经济负担 他会有这个恐惧心理 哎呀我要坐在那里在手术台里做手术 您能不能给这些观众朋友们一些很好的建议 让他们来打消这个心中的这个恐惧感 没问题 说害怕说你别怕 这都是瞎说啊 你肯定会害怕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前期就是要 科学的去research这个医疗品牌对吧 我们首先要找最有经验 大家就要找全美做案例做的最多 这个医生操弄过那么多只眼睛 他肯定就是更加有经验 那IQLaser目前是全美 保持这个案例的 实操案例的第一名 那我觉得选最无经验的诊所 最无经验的医师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当医师都ready了 然后呢这个 而且我们这里还有最好的 这个equipment对吧 就像刚刚Dr.Lin讲的 全美没有几台的ArcScan 这里有三台 它可以帮你精准的去测量 要放的晶体的那个大小 从而避免造成 你放到眼内不合适再取出来的情况 那有最好的仪器 有最好的医生 有最好的设备 其实你就放松心情 然后准备好 做好术前的这些护理和准备 进入到诊所就可以了 其他的就交给医生来做吧 非常感谢 那林医生 我知道您今天的 接受我们采访 是在这个你们的诊所 是不是 那那么在节目最后呢 您能可以观众朋友们 带我们看一下 这个诊所大概的环境 和刚刚您大概介绍了一下的 这个手授室 然后介绍一下这几台Smile 还有这个您刚刚讲的 给ICL做这个Scan的这台机器 OK 好 Let me try 这边 这个Riverside不是很大的门城 是比较小的 就是我们大的门城是在Roland Heights 罗兰港 就是Roland港 对那是9000sqft 这个 较小的 就在这边 是我们的 Hello 这里 这是我们Riverside的门城 对刚刚我们就进去 手术这里 是我们手术房 就是刚刚在那边 所以刚刚这个是 这个Visimax的机器是这里 嗯 这个是我们的 Exima Laser 是做LASIK的 嗯 对 好 好 好 非常感谢林医生 同时呢 对 同时呢 在我们屏幕的下方呢 大家知道IQ Laser是在加州 我们在休斯顿呢 有我们的Dr.Matioli诊所 是我们的IQ Partner 在屏幕的下方呢 有联系电话 也有微信 观众朋友们可以 Scan扫码 加微信 或者是打中文热线 去预约 或者是自己做Evaluation 在我们的网站都可以 那今天呢 大家听了这个 Lia讲的ICL 之前呢 我有和大家讲 分享我的Smile 今天林医生呢 也有讲了这个LASIK 所以呢 现在大家呢 应该非常放心 去拨打电话 来解决您的这个 心灵的窗口的这个问题 因为呢 所有的人 大家都知道呢 眼视力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 我们可以看很多东西 因为生活里的色彩啊 感官啊 都是给从我们的眼睛里 通过我们的这个 眼睛这个器官 来传达给我们的 如果您的视力比较好 视力完美的话 就像Lia讲的 或者是我讲的 我就会觉得这个生活 更加充满的信心一样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Lia 来给我们分享 她的这个ICL 也非常感谢林医生 谢谢你们 谢谢Scan 好 谢谢 这就是今天的子天访谈录 我是子天 Scan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